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又是星星同大家吹吹水 有日半假期,北上就一定 在今次北上去哪呢?都是在中旅社買了一個深圳酒店自助餐套票 哪間酒店呢?800多元有什麼包呢?一間房,兩位自助晚餐 標榜四星級酒店,就想問大家由羅湖坐的士去龍江要多少錢呢? 當然沒有人回答我,坐一旦看看就簽了 經過了40分鐘的的士車程來到我身後的友和國際酒店 我們先進去 先拿房間,整體大堂的氣氛都是古色古香 20樓,轉出來這裡,20一世就是這間 一進來房間,我們看看一系列的落地玻璃 原來有個迷理客廳,這個迷理客廳是怎樣迷理呢? 有一張貴妃椅,對這部電視,有個書桌,再走進來這裡才是房間 一轉來這邊又是落地玻璃,床對面對著電視,正 床旁邊這邊就是肉室,我們先看看肉室 都不錯,肉室都不錯,雖然四星級酒店,但都不錯,雨林色花灑,坐設的地方 有兩套肉袍,兩對拖鞋,五六個浪衫架,經過了一小時的車程 上到來友和國際酒店,大家都看過間房,為何這間房類似套房 很感謝有和國際酒店,升級了房間給我們,為何會升級呢? 因為我老婆小榮今個月生日,我跟她說我老婆今個月生日,可不可以升級房間給我們 那個經理就很好,升級了一級,一個小型套房,我就很感謝她 她晚一點會送到一個蛋糕給她,在這裡很感激有和國際酒店 大家猜猜這是什麼來的?有按鈕當然是夾蠻,沒錯,夾蠻來的 都有兩支水,這兩支要收錢的 過來這邊有茶水櫃,一些杯放在地上,有點奇怪 有一個水櫃,這兩支水便免費了,上面有個櫃,有個櫃有些什麼呢?原來冰箱在這裡 真的很神奇,通常冰箱放在地上,這個冰箱放在頂上,有沒有東西的?開不到 書櫃,書櫃有些什麼呢?應該會有些文儀用品,我們先看看插鈕 都有兩個插鈕,有個USB插,房間送餐服務都有,開了窗怎樣看?樓層夠高 好,看這邊是樓景,這邊景景較好看,外面這個叫龍潭公園,聽說要收入場費 但我們的套票包起來,房間又看完,我自己相當滿意 稍後會下去吃自助晚餐,看看自助晚餐有什麼食物,我自己都未知 今天的房間片分享到此為止,多謝大家看我星星的頻道 下去吃自助餐再和大家分享 來到二樓瓦箱咖啡廊,今晚在這裡吃自助晚餐 究竟四星級酒店自助晚餐有什麼食物,我現在進去看看 進來就坐這張圖,找到位置坐後由餐廳整體環境 今天人不是太多,進來就看看冷盤區有什麼食物 四星級酒店攬盤區,這些是什麼,聖子,不是聖子王,又不是聖子孫 中中挺挺,有些翡翠蘿,有些沙白蜆,隔離這些賴尿蝦,白爪魚 這隻叫番薯蜜蝦,我之前做炒蜜,白爪蝦,尖尖尖的,我忘記什麼拿了 有些沙白爪蝦,這邊有些三點蟹,如果比三點蟹這麼高級的,花蟹嗎,只有牌嗎 不是,有得看,還有青口,看完冷盤,四星級酒店有些什麼草食呢 這是什麼來的,金筍絲,有些洋蔥絲,有五六款蔬菜給大家選擇 今天有些什麼湯喝呢,看看就知道,這是什麼來的,咖喱汁嗎,不是咖喱汁來的,南瓜奶油湯,厲害 這邊這邊,雪耳,雪耳糖水來的,猩猩,肥腩腩什麼來的,這盒好東西來的,沒有人排隊都好東西 他寫的,松草花燉老雞還不是好東西,什麼來的,太陽燈,看到太陽燈的自然,有東西曬太陽,什麼曬太陽 這裏有些什麼曬太陽呢,有些什麼曬太陽呢,有些不知什麼來的,她寫的榴蓮酥,我未試過 還有些月南春捲,這個很明顯是蝦片,難道豬肉乾嗎 接著一攀過來這邊,這邊又是好東西,又是沒有人排隊的,酸蓉焗蠔,厲害 看好東西,看好東西,看不太好,但都擺得很漂亮,番薯粟米,燒烤蘑菇,蒜蓉燒烤茄子,這個很棒 旁邊還有些沙爹,什麼食呢,乾燒煙綿,當然不少得,炒飯,美點雙輝,不吃炒飯有什麼食,靚仔白飯,有白飯沒理由沒有送的 燒烤蝦,德國腸,這些是雞翼,燒排骨,大家猜不猜到,她說燒羊扒,但我覺得可能是牛肉,可能是羊扒 這邊是羊扒,這邊是牛肉,繼續看葉盤,蒜蓉粉絲蒸善輩,正 很棒,這個終於找到一個齋類,羅漢齋,她寫的不是我說,這個鮑魚燉臘蔣,不是說鮑汁扣鵝掌 這邊有些粗糧食,花生,點心都有,自助晚餐吃點心,還是繼續葉盤 這間四星級酒店有這麼多葉盤,金銀蛋原菜,水煮魚,酸菜魚,海南雞飯也有,正 很棒,她寫的,寫明新加坡,又影湯,青島汁來的,吃什麼,吉列豬扒,這些吉列豬扒,在這裡 放一點芝麻,這邊還有燒烤,金蒼魚,她說是金蒼魚 除了以上食品,還未說完,看了飲品,還有德國字樣啤酒,她說的 這裏還有一系列的麵包,做得相當精緻的麵包 這裏還有一些曲奇,在近鏡給大家看,看完餅,素餘這邊還有一些雪糕 今晚的雪糕質量一般,還有一些拼配雪糕材料,後面還有磨咖啡機 除了紅酒,啤酒,當然不除了有汽水,這邊還有漬磨豆漿,奶茶咖啡都有 繼續講食,還有兩個地區,這裏是粉麵區,有些蔬菜,有四款粉麵給大家看 都是綠粉麵,都是綠粉麵的火鍋區,還有些菇,卵之類 就可以配上一些肉醋,還有一系列的醬油拼配 有濕的當然有乾,這邊很明顯是鐵板區,師傅在煎三條魚,煎得雙,切靚 有羊扒,牛扒,豬扒,雞扒,魚在哪裏,魚在這裏,好像去了街市,相當新鮮 大家都看到,條條都硬滑滑滑滑的,還有兩款汁醬,黑椒汁,蘑菇汁 師傅,我要兩塊羊扒,一條紅三魚,一條黃花魚 每次自助餐都找一樣東西和大家吹吹水,為何這麼多東西不吹吹 一條魚,一條紅三,一條黃花,相當新鮮,師傅仍是即煎的 看星星頻道都說,吃自助餐,兩樣東西,第一,食物的選擇 第二,食環境,你坐得舒不舒服,時間夠不夠長 今天八百多元,有間很漂亮的酒店房,今晚的選擇都比較多 吃東西,自助餐,如果你想搞好食的食物,你不可以吃自助餐 你散叫,或者自己學煮菜 有些什麼食物,位上蒜蓉大蝦,是否絕對有驚喜 這個叫木瓜燉雪甲,手又平一點,又是位上的,我便做這個 到尾聲的時間,剛剛吃完椰針木瓜燉雪甲,相當好吃 我們看一間餐廳,質量做得好不好,其實我們看甜品就已經看到 今晚這間餐廳,甜品做得相當精緻 擺設都很有心機 出現了甜品,今晚有和國際酒店的自助晚餐篇到此為止 很感謝大家聽我星星的吹水 我沒有稿,我都是一邊吃一邊說,一邊跟大家吹 喜歡這條影片的網友,給我一個Like,我星星 訂閱我星星的頻道,幫我分享一下有和國際酒店自助晚餐篇 多謝收看,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吹過,是不是一剃過 好,再見 下回來昨晚吃自助晚餐的餐廳,我們就進去看看今早的早餐有什麼食 進來餐廳,就這裏 吃早餐一開始不用說,喝啤酒嗎? 不是,後面那部咖啡機 二話不說,先做一杯Espresso 先做一杯咖啡機 先做一杯咖啡,去到麵包區,看看有什麼在曬太陽 有些葡撻,有些鍋膚 有兩個拼配醬汁,牛油,發包 這裏還有一系列的麵包,還有蒜蓉包也不錯 都是昨晚那幾樣,除了有包食,當然還有壽司 吃壽司是很正常的,一系列的粟米片 熟米片有什麼拼配呢? 配鮮奶是最正的,有什麼比鮮奶更加正? 熱鮮奶,許捨的 到這邊還有些粒子可以拼配 這裡,日式冷麵都有 來到沙律區,看看有什麼草食 青青綠綠的,跟昨晚一樣,都是那幾款 都是一系列的沙律拼配醬汁 當然不吃得有水果 昨晚晚餐都忘記拍水果,現在拍給大家看 這是什麼? 它叫土豆沙律,紅色的土豆沙律 你猜我吹嗎? 青青這是什麼? 油炸鬼,他們叫油條 是隔夜的,新鮮的 有油炸鬼,有腐乳,有花生 想介紹什麼?還要說配粥最正的,這是什麼粥? 肉粥,不是煲湯那隻,是肉那隻,它寫的 有這麼多東西配白粥最正的 這是麥皮,它說是燕麥粥 還有兩個地方,其中一個就是粉麵區 跟昨晚是沒有變的,但好像多了一樣 過來這裡,有個師傅在煎蛋 怎樣煎? 拿一個扒爐煎,拿一個扒爐煎 還有一口,這隻就類似我們做的祖融糕那樣 這隻是黃金糕,還有火腿 看完煎蛋,有一系列的葉盤,有什麼葉盤有什麼吃? 還有一些煎冬瓜,這個呢? 還有一些小朋友的志愛,薯餅,這些是腸仔那些 還有三樣,飽肚的,衣麵,炒花,花 那我就收拾了少少早餐,我先吃東西 講漏了,還有一些飲品,有什麼飲品呢? 還有一些豆漿,鮮奶,汽水 那我就收拾了少少東西自己吃 那我每一次出來玩,我都會早少起床 下來慢慢做個早餐吃,我坐在昨天那張桌子 今早早早餐都不是太多人,選擇都是比較多 但是就沒有暗裂,所以我就拿了兩個煎箱蛋吃 昨晚就睡得相當舒服 那每一次早餐都找一樣東西和大家吹一下 師兄,吹個番茄?不是 旁邊這個,就是剛才都說過 這隻叫做煙肉,但是煙肉當中 他現在有很多叫做,電視經常都說 這些叫做合成煙肉 就是把肉夾起來再做成煙肉 當然一塊真正的煙肉的價錢 比這些合成煙肉當然會貴很多 正如我星星看我小吃我經常都說 你買什麼食材,給什麼價錢,買什麼質量 就自然會反映出 那你用一般煙肉的一半價錢都不用 就買到一份煙肉 都是給你一些合成煙肉 那我先吃東西,待會再和大家吹個 那今早的早餐和大家吹了很多 我不知道煙不煙得出來 那整體的早餐的質量都不錯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六十多張桌子,有二十多個工廠招呼來 輕鬆地吃 那這類型的二線酒店 八百多元一個套票 那真的坐的士來都是值的 那今天早餐的出水片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看我星星的頻道 喜歡我這條片的網友,給我一個讚我星星 訂閱我星星的頻道 幫我分享一下 有和,謝謝酒店的自助早餐片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 每次吃完早餐之後 當然要找些運動做一下 做運動當然是去健身房 好,這間雖然有貿易在踏單車 四星級酒店,但健身房的設施都不錯 好過上次重化我的間 那外面是什麼呢 游泳池,難道是海嗎 不要看有些日光曬著,其實是室內的 外面都是恆溫的 很可惜我今天沒有帶泳帽 沒有帶泳帽,沒有泳帽就游不了 大家回來國內的酒店玩,一定要記得帶泳帽 拍得少許給大家看看 那我就做運動 喜歡就給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星星分享一下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